特别特别的感动 而且你才最后也提到了 说那个 要特别的感谢自己的家里人 对不对 我想爸爸妈妈如果这个时候看着你 肯定也会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其实说实话一直以来 小凯是一个特别保护自己父母的人 从来不让爸爸妈妈怎么样 出现在镜头前啊什么的 但其实在你成年里 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他们肯定 哎呀不是那种套路了 别笑别笑 干嘛爸妈从里面走出来是不是 其实我想他们一定 会在一个很特别的角落 默默地关注着你 当然他们也嘱托我 送来了一份惊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亲爱的儿子 今天是你十八岁生日 也是直向成年的开始 十八年前的今天 是你来到人世的第一天 妈妈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你一双金银般的眼睛 共争希望 你是漂亮 那么小的你 拼着妈妈的呼唤 你头转向妈妈 好像听得懂的样子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变化 每一刻都给妈妈留下了最美好 最幸福的记忆 记得你两时半的时候 第一次从你上幼儿园 妈妈看到你们其他的小朋友玩游戏 玩得很开心 妈妈在外面偷偷看你 玩着玩着 突然你发现妈妈没在身边 哗的一声哭着 抱着找妈妈 可是怎么很又哭不住 那天是你独自离开我的第一天 妈妈也流着眼泪 跑着离开学校 你从小就很独立 上学生班就不要爸爸妈妈的接送 自己上学放学很是乖巧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很认真的做作业 因为你的好习惯 妈妈从不操心你的学习人群 在别人眼里 你也许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你从小得到上天的幸福 年少成年 但是妈妈更觉得你是可怜的 从小就没有跟童鸣一样 他们有幸福的童鸣 你没有 妈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看到你因为跳舞内脑 都将老头睡 和练歌 练到声音撒哑的时候 妈妈唯一可以为你做的就是 多多 会证明擦掉眼泪 在你日积月累的努力下 终于有观众关注你 你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也越来越发奋苦练 你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和你失去的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爸妈知道 儿子 周围里的爸爸妈妈 我们很高兴 你终于长大成年 同时也非常的不熟 因为你即将离开我们的民意 独自飞行 希望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希望你可以拥有一个无忧的人生 我最亲爱的儿子 希望你记住累了 倦了 家里永远为你亮着灯 热着饭 爸爸妈妈祝你18岁生日快乐 平安幸福 平安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长大了 给他一点时间啊 给他一点时间 我看到是吗 因为我真的是 不知道有什么环节 其实我从小 我跟我妈妈过得特别的少 我跟我妈妈也是 就是经常在家里边 就是建议一点 也说不了女的话 我们让小凯 平补一下心情 我觉得这是 感动的泪水 幸福的泪水 其实我特别不想在很多人面前哭这样 就是